今天就要來拍這個 魔幻傳奇 就是一個非常重測 而且又極具帶入管的遊戲 美術非常漂亮 這個規則可能要講一個小時 大家要打起精神來聽規則 我可能講不懂 我們交給我們的團主大大開始講規則 首先就是先介紹一下 這款遊戲就是叫魔幻傳奇 然後其實玩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 我們分別該扮演魔術師 然後我們其實這個遊戲裡面 他的魔術師他有分門別類 大家有分四個派別 第一個派別就是這個 他就有一個符號叫幻視 然後第二個派別就是逃脫 第三個是靈異 第四個是機械 所以他總共會有四個列別的那個魔術師 然後我們玩家每個人所扮演的就是 某一個列別特別的一個魔術師的角色 像我就是逃脫書 我長這樣非常個 很像就是準備要逃脫的感覺 好那玩家所扮演 就是每一個不同列別的其中一位 好過書他一開始會有兩 每一個列別會有兩個兩個魔術師 會讓你選擇 然後你會重選出一個 該是這個意思 然後首先這個遊戲 我們因為我們有加那個暗像 在這邊有貓咪的暗像 跟我們該會有一個魔幻力量卡片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加兩個 所以他會跟基本版的玩法 跟setting會有點不太一樣 那先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家有暗像 之後我們整個遊戲過程 會進行七個回合 然後每個回合會有分為 大概五到六的階段 然後我就先開始講了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從起始玩家開始 他會先骰骰子 然後骰完骰子之後 他會把相關的骰子 放在相關的位置上面 就類似是這樣子 好 這個是第一階段 然後我們玩家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是有五分 在這裡 然後第一階段散完之後 第二階段就是我們玩家 每個人 都有機會 可以去宣傳 用他的海報去宣傳 如果你是起始玩家 你可以花一塊錢 然後去宣傳 那就請你把海報放這邊 你就會加兩分 如果是二加就是兩塊錢 然後也是一樣加兩分 三加就是用三塊錢去宣傳 四加就是用四塊錢去宣傳 然後也是一樣加兩分 所以第二階段就是說 我們分別就是用海報去宣傳 看你要不要花錢去宣傳 然後每個人會加兩分 該是這個過程 然後第三階段的時候 首先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魔術師 跟一個小幫手 然後我們會有三個專家 在這裡 分別是 分別是 就是美女助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管家 然後這個是工程師 分別會有這三個 然後一開始申請的時候 如果我們會從這三個小 就是專家裡面選一片出來 如果你選的是美女助手的話 就是你會多一個美女助手 跟多一個不用付薪水的小幫手 在這裡 這是第一種情況 然後第二種情況是 但是如果你現在選的是 就是管家的話 就是說 一開始申請的時候 我們這邊會有一些材料 每個材料 他都會有他自己的價值 然後像他會有一接的 就一點的 就是代表一接的 然後這邊 會有 二接 我要拿過來一下 好這邊會有二接的材料 跟會有三接的材料 我們玩家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選一個 就是總共價值會是 兩點的 然後你可以 比方說你就是選兩片 各一點的材料 然後放在這邊 放在這邊 這樣子 這是一種做法 另外一種做法 你就直接選一片 兩點的 然後放在這邊 然後這些材料 他每一堆相同的材料都可以 你之後可能會購買 你可以堆在一起 最多就是堆三片 然後基本上 你不可能是這樣子去放 對 你就是同一種類型 就是這個堆三片 那 這個管 這個管家 他有什麼用 他就是 一開始我們在設定的時候 除了這邊的兩點之外 你這邊還可以再選兩點 你這邊可以再選兩點 類似是這樣 然後他裡面 你放在這邊 原本是一片的 他會內建 再多一片 所以他這邊 就等於有兩片 這種材料 這就是你一開始選管家的時候的做法 好 如果你一開始選的是這種 這個角色 他叫 他叫工程師 如果你選一個工程師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可以 從我們這邊 選一張 我們的 魔術戲法 然後 因為我是逃脫的 我會從逃脫裡面選一張 然後這些魔術戲法 他每一張裡面都會有他的 就是 你要學習他的時候 你必須要至少幾分 總共有分三種分數列別 第一個就是一分的 第二個就是十六分的 就是我至少要十六分以上 我才可以學這個戲法 然後第三種就是你要三十六分以上 你他有辦法學 那萬一像我們一開始 我們就已經是五分了 所以我們一定可以學一個一分的戲法 那萬一假設我現在分數 你到這邊 可是我真的很想學十六分的 情況這樣 可是我現在才十三分 那怎麼辦 請你就多負差了 你可以學 比方說你就負三塊錢 然後你就因為我現在十三分 再負三塊錢 我就可以學這個戲法 所以這是一種學戲法過程 然後提醒一下 剛你學習戲法的時候 你不用準備材料 你材料可以不用 每個戲法上面都會有他相關的材料 可是剛你把這一張拿來 放在這裡的時候 你是不一定要有相關的材料 你就可以拿過來了 然後每個人在玩家版圖上面 都會有三張 然後如果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選的是 你選的是管家的話 你還會可以讓你多學一個戲法 讓你多學一個戲法 OK 大概是這樣的內容 那如果你一開始setting的時候 你選的那個戲法 本身 你就可以 已經有材料準備好了 比方說像這個戲法 他需要兩個這個材料 然後我一開始我就選兩點嘛 所以我已經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就可以去準備一個這個東西 就可以去準備他的戲法mark 就可以直接放在這邊 那美甘你剛剛稍微補充一下 美甘你拿一個新戲法的時候 拿過來的時候 請你就從這邊有黑號紅心方塊跟美花 請你從這邊就一個mark 戲法的mark 請你就拿一個放在這邊 可是不代表說你已經有這個戲法了 然後除非你才要做完 你要做一動叫做準備戲法 這個動作之後 你才會可以在這邊放相對應 他這邊如果顯示是兩片 你就放兩片戲法在這邊 如果他顯示只有一片 有些圖案 他顯示可能會只有一片 你就只能放一片 該你準備戲法的時候 就只能準備一片 該是這樣的概念 好 然後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只要你材料 可是一開始setting的時候 就是你才要夠 你就可以直接放 這是setting比較特別的部分 所以一開始setting的時候 我們就會選一個角色 一個專家 然後 然後 就是請你去放 然後我通常就是會選美女助手 因為我比較喜歡他 好 然後 所以在選美女助手的時候 然後請你就是放一個這邊 在這裡 然後這個時候 我會有一個兩點的材料 以及 就是因為我戲法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我可以放 兩片在這邊 這就是我一開始setting的部分 所以一開始setting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原本內建一個魔術師 內建一個小幫手 然後有一個專家 然後看這個專家所蓋給你一個好處是什麼 然後你會有兩片架子兩點的東西 如果你準備好 這個還要會有一張戲法 然後如果你材料剛好給你 你就可以準備 你就可以把那個戲法放在這裡 這是一開始setting的部分 那蓋蓋的內容是這樣 好 然後接下來就跳回來 我們一開始 就是說我剛剛講的第一階段就是塞塞子 第二階段就是我們用海報去宣傳 那第三階段的時候就是我們手上會有這些卡 這個叫派遣卡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派遣卡 然後分這些顏色 然後他分別對應的就是 這些我們相對一個地點 像紅色 對一個是這裡 如果我們這邊是 所謂的市中心 他是對應這個顏色 如果你現在對一個是市級的話 他會是對應這個顏色 對應這個顏色 然後如果你現在對一個是這邊 這個是黑式 他會給你這個顏色 然後我們玩家還會有一個原本的內建工作室 他是給你這個顏色 所以該是給你這幾個顏色 那第三階段是要做什麼呢 就是請你從這些卡 卡牌上面 大家一起選擇 每個角色下面放 蓋著放 其中一個角色的顏色 大家一起做這件事情 然後做完之後 結果如果大家已經這樣子 做完之後一起打嗨哈 然後打嗨哈之後 就從騎手玩家開始 他會派一個人 然後如果我現在就騎手玩家 我現在派一個人是這個人 他是紅色 我就只能派到這裡來 然後做相對應的事情 如果我現在是派這個人 他是黑色的 我就只能派到黑色這裡來 然後去做相對應的事情 一直在黑 然後直告所有人都把他個人派完 或者是說他也可以不要派人 然後他不要派人 他就是把卡牌翻面 那如果你已經派出去了 也請你把卡牌翻面 這樣我會比較清楚去理性說 說你現在還剩幾個人沒有派出去 所以就是一個人一個人慢慢派 該是這樣概念 好 那我先就直接想地點上面的效果 以及就是說我們每一個行動點數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裡面 每一個角色裡面像魔術師 他會有三個行動點 如果你現在是小幫手 他就只有一點行動點 如果你現在是那個專家 他會有兩點行動點 好 然後當你派出去之後 我們這邊會有行動的 我們這邊會有行動的 隨便你犯 然後你只要犯了 你可以犯就是隨便 你沒有說一定要從最多邊開始犯 而是你放上去之後 你的行動點除了原本那個角色 給你蓋一個行動點 他地點也會蓋增加一個行動點 所以像我現在就是兩點加兩點 所以我是四點 好 那在四中心 他這邊 他可以讓你用一個寶石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會有寶石 他長這樣 他會有寶石 然後只能用一次 你就把它花掉 花掉之後你會增加一點行動點 所以像我現在我就五點行動點 好 那我五點行動點 我就可以來做這邊的事情 他跟我花相當一個行動點 然後可以做幾次呢 隨便你 你可以然後把它花完為止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 就是你要花行動點去做事情 所以這邊應該還OK 好 那相當一個像 如果我現在派出去的 假設我現在是黑市 也是一樣 也是放在這邊 然後我就是一點加兩點 然後我就有三點 然後我可以丟一個寶石 丟出去之後 我就可以再加一點 所以我就變四點 我就可以做這邊的事情 做很多次 只要我四點把它花完 好 那這個遊戲過程之中 還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 這叫特殊的派顯卡 他其實也是有分相對一個顏色 然後這些特殊派顯卡 你也可以把 就是萬一 下回合你有拿到時候 你派出去的時候 你也可以 他這邊 要嗎 你就是把這個派到相對一個位置 然後去執行他上面文字的效果 或者是 你就不要執行他上面文字的效果 你把它幹成一點的行動點 所以我剛剛的行動點 就會因此而加一點 這樣的過程 就是二選一 要嘛就執行文字效果 要嘛就是增加一點 就是所謂行動點的計算方法 然後請注意有一點要不要特別 就是在戲院這邊 是不能用寶石增加一點行動點 絕對不行的 就剛才是這裡 好 那我現在就開始講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動作 那我現在就是用釋放一次 我用這個來釋放 如果我現在是魔術師 如果我現在踩到市中心 我現在有三點加原本兩點 所以我總共五點 五點我再剃掉一個寶石 我會變六點 好六點的時候 我可以這邊做兩次 我也可以這邊做一次 這邊做一次 一次在黑 那先講這邊 這邊的意思就是說 請你花三點行動點 顧一個小幫手或者是專家 看符號 因為我們這邊都會有相跟一個符號 他是在這裡 都會有相跟一個符號 以及像這邊 他都會有相跟一個符號 跟那個小幫手 跟那個管家也會有相跟一個符號 好 然後如果你現在顧相跟一個符號的情況之下 就是我現在假設我要顧一個小幫手 我就把它翻到叉叉 花了三點放到叉叉 你先把這小幫手放在這邊 下回合再把它拿回來 所以代表這回合你不會使用到他 那記得你要放到叉叉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如果我現在顧的是一個就是管家 假設我現在其實我是想要顧管家的情況之下 也是一樣 把它放到叉叉 你就會有一個管家 那下回合的時候 就請你把管家的面板 跟這個放在相跟一個位置 可是你就不會有起始的獎勵 你就不會有起始的獎勵 那每個人 每一個專家 只能顧一個 不會說你可以顧兩個管家 不會說你可以顧兩個美女助手 一次類的 大概是這個概念 好 那這邊就是 很簡單就是你花行動點 就把它轉成叉叉 這樣OK齁 好 那接下來講這邊的部分 這邊的部分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你花三點行動點 你學一個相關符號的系法 那請注意 如果我把這個翻叉叉 我要嘛就是學一個機械系的系法 隨便你挑 不一定要從最上面拿 就隨便你挑 可是注意有分數的限制 只要你分數到了 你就可以去學 那或者是我把它轉叉叉之後 我的本門是什麼 我的是逃脫 我就可以學逃脫系術法 你可以學你自己本門的系法 或者是學上面圖案的系法 可是這個就是轉叉叉 然後再次提醒 學系法的時候 絕對 就是說 只要分數到就可以學 你不用管上面的材料 OK 那萬一你這邊滿了 你就是再氣掉就好 OK 這樣可以齁 好來這邊 就是銀行 花三點行動點 拿錢 直接拿錢 然後就拿錢 然後就把它轉成叉叉 好 來這邊 你可以花兩點行動點 隨便調一顆骰子 調到你要的骰面 隨便你調 調到你要的骰面 那如果調到問號 就是自己選一個系法 去學習 然後這個就是你花一點行動點 重骰 你也可以重骰叉叉 然後就重骰 好就類似這樣 那這些動作怎麼做 就是重複做 只要你行動點夠多 你就可以做相對一個事情 好 所以這邊OK 好 那接下來我就要講市集的部分 市集的部分 它是這樣子 它總它也是一樣 就是你也可以 三點加地點的行動 然後你可以再畫一個寶石 最多應該大概部分 就是六點為主 然後市集有分為這幾個行動可以做 好 首先我先講第一個行動 第一個行動 就是請你選 就是請你買這些貨物 那買的時候怎麼買呢 首先買的時候是這樣子的 你每一片 就是花一點 你每一片就是花一點 好 所以我現在假設我要買四 我說錯了 每一個種類你要買就花一點 那假設我要買這兩種 我就花兩點 好 好那每一種你最多可以買到三片 每一種你最多可以買到三片 那價錢是怎麼算呢 價錢是這樣算的 這樣我花兩個行動點 可是我每一片 每一種類我最多可以買到三片 價錢怎麼算呢 看上面的點點 一個點點就是一塊 所以我這樣就是花六塊 因為我都買一接的 那如果你買的是二接的 一片就是兩塊錢 好 那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這樣不是花六塊 我剛剛 我剛剛是六點行動點 我先花兩點買兩種 買兩種我剩三點行動點 我花了六塊錢 我可以每額外總價是六塊 我可以花剩下的行動點 我剩四點行動點 我可以每一點來去折扣一塊錢 所以我可以用四點行動點去折扣 讓他變成只剩兩塊 這就是這個意思 每總價 你可以每花一點行動點去折扣一塊 所以你就可以折扣到你沒有位置 可是記住 不管怎樣 你一定要花一塊 規則書有寫 就是說你不能說你就是零塊 那就不用付 所以這邊就是買 每一片就是 每一種就是一點行動點 然後去算總價之後 你可以用一點行動點去折扣總價一塊錢 看你要花幾點 這樣子去折扣 這是一種動作 那當然你可以把行動點拿來做這裡或這裡 那我先講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場外 其實我們待會兒會有二階的跟三階的一些東西 其實是放在場外的 那你可以去叫定竿 那你花一點行動點 你就叫一個定竿在這邊 那也可以再花另外一個行動點去叫另外一個定竿在這邊 不管你是要叫二階的或是三階的材料都可以 那像我這樣我就花兩點行動點去叫 那這個定竿什麼時候會過來 這回合結束之後 你他才會取代原本的位置 所以下回合我們就可以在這邊購買這個材料 ok 這樣是ok的 好 那接下來就是 這個行動點是怎樣 這個行動點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可以花 兩點 行動點 叫一個快速定竿 然後我可以這回合 我就可以買這個東西 可是我買的時候 我還是要花一點 所以我叫把它叫過來 我本身就花兩點 如果我買他 又要再花一點 因為他是一種種類 所以我已經花三點了 那我買幾片呢 你可以買一到三片 這是剛剛講的 可是 每一片 比方說我現在買兩片 每一片原本價錢原本是三塊 他每一片的價錢會多加一塊 所以我這樣就要花八塊 因為我買兩片 好買兩片的時候 那我一樣也可以用折價 再把行動點把它折 把它折價折回去 你可以叫定竿 可是不買 可是基本上不會有人這樣做 因為這樣 就是讓別人可以買 讓別人可以買 那這邊的內容都是可以買 那如果有人執行這個動作之後 下一個的玩家 他可以在這邊 把他的快速定竿踢走 可是 不能踢 還沒到的 不能踢 還沒到的 就是還沒到的定竿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概念 好 所以這邊OK 就是先花兩點 叫出來 再花一點 你可以再花一點去買他 可是每一片 都會多一塊 然後 之後 你可以再用總價去折後 該是這樣概念 所以這邊OK了 好 那接下來講 這邊的東西 這裡就是暗像 暗像其實也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 你就是 三點加兩點 你可以再用一個寶石 或者這邊就是一點 這邊就是一點 這是一個概念 好 那暗像是這樣的 首先 他會有三個行動格 就是我們這邊會有 我們的特殊的派顯卡 當你要拿 他會面朝上 呈現給你 給你資料 然後當你要拿第一張的時候 你只要花一點 可是 之後 不管 你要第二張以上 的每一張 你就要花兩點 不管你是要拿原本的 還是要拿別的 反正你就從這邊拿個第二張 你就要花兩點 像我這樣就要花三點 然後如果再拿第三張 我額外要再花兩點 所以我要花五點 OK 這樣概念可以 好 那這就是所謂的暗像的部分 然後 每回合結束之後 這些卡牌的最上面 每一格的最上面 會把它往下放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也是一樣 都會依許往下放 每回合結束 都會做一次這件事情 好 那特殊派顯卡 剛剛已經稍微講過他的內容 就是要嘛就是做文字效果 要嘛就是加一個行動點 好 來這個就是 你可以 我們這邊是一個預兆 他是一個暗像過的預兆 然後第一回合的時候 不會啟動那個預兆 可是第二回合會從這邊過來 然後會轉圈圈 之後會再補一片 所以第二回合這個預兆就會行動了 好 然後之後第三回合就會是這個 第四回合會是這個 第五回合會是這個 如果沒有變動的話 那這邊 他這邊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請你花一個行動點 你可以把它 轉 順時針轉一次 那也可以花兩點 轉兩次 所以他這個就是這樣的概念 好 好OK 所以這邊可以齁 這是一個暗像的內容 好 那現在講那個 講我 我們家的工作室 好 好 家裡面的工作室 他的圖案其實是這個 圖案是這個 然後 我剛剛有講過 跟你拿戲法的時候 你就是拿過來 放在這邊 那如果你有買材料 好 就請你把材料 堆在同一個 堆在一起 遺詞類推 這邊也是可以堆在一起 好 那 工作室裡面的行動是在這裡 他主要也是 他主要就是準備戲法 這是這一個行動 好 這個行動 比方說我這邊踩上去 我就兩點加零點 也是一樣你可以用寶石 去把它棄掉 然後棄掉之後你就會變三點 好 那工作室裡面 他是怎麼看呢 就是 看你的戲法 等一下不好意思 看你的戲法 首先類似是這樣 好了 假設是這樣子 我先準備好 不好意思 假設是這樣 當你拿戲法的時候 你就會放一個mark 好 假設我現在有這樣的戲法 我已經我已經學會了 然後我要準備戲法 這個行動就是要準備戲法 準備戲法的時候 他所花的行動點 他是問號對不對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一下這邊 這個戲法 他可能會要花兩點行動 你才準備他 這個戲法 可能要 說錯 這邊要花一點 這邊要花一點 所以那可能有些戲法 他其實是要花 他其實是要花 比方說兩個行動點 所以是請你看這邊的東西 然後去 去做相跟一個事情 然後 當你準備戲法的時候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的材料要夠 像這邊 他就是要 我準備這兩片 這相跟一個材料 像這個戲法 就是他希望我準備 這這個材料有三片 這個才要有一片 所以我就是必須要有三片 這個材料 跟一片這個材料 我才可以準備這個戲法 以此類會 然後準備戲法的時候 如果我的行動點是OK的 我可以一次 比方說我花兩點 我就一次準備這樣 這樣是OK的 好準備戲法的時候 我這邊畫一點這邊畫一點 那請問這是什麼 梅花 他上面顯示幾片 兩片 我就放兩片 所以我就有這個戲法 這邊 他顯示是什麼 黑桃 我要放幾片 一片 所以我就是放一片 這是所謂準備戲法 OK 那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你們 如果這邊已經有mark 在這邊了 就不能採這個動作 再放一片 因為你遮住了 你不知道你要花幾點行動點 所以你就不能再做這個行動 OK 這樣可以齁 所以這個叫準備戲法 然後 這遊戲裡面 會有一個動作 就是在這三個專家裡面 就是相對應的動作 然後 因為我之前有去查BGG 所以他們有說 就是 每當你從場外 顧一個人的時候 你如果這個空位上面 你沒有人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小幫手放在這邊 這是作者 後來在BGG裡面 有去承認過的事情 就是說可以直接從 顧個幫手裡面 直接拿回來 每當你學習一個戲法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把戲法放在這邊 OK 這也是作者講的 然後每當你拿材料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把材料放在這邊 直接就從場外 把材料放在這邊 這是作者說的 好 那稍微講一下這三個角色 他特別的內容是什麼 就是 如果你現在是 美女幫手 簡單說他就是 送給你一個小幫手 他是不用付薪水的 好 如果你現在學個是 如果你現在學個是 如果你現在把這個放在這邊 當你準備戲法的時候 如果你去準備戲法的時候 正常來講我不是只能放一片 你可以額外多放一片 可是也是一個行動點 OK 所以這是這個專家給你一個好處 好 那這邊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是你放在這邊的時候 會內建一個材料給你 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邊OK 好 那這叫做所謂的準備戲法 好 然後接下來講我們最重要的戲院的部分 好 戲院的部分是這樣子的 這也是另外一個行動點 OK 他就是另外一個行動點 好 然後現在講最重要的戲院的部分 好 戲院就是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大家會要聽清楚 戲院就是他有分為 禮拜四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每一天 都會有相對一個 後孩跟前孩 這邊是後孩 這邊是前孩 然後戲院的行動點 一樣就是請你放 人上去 然後你就會有相對一個行動點 你就會有相對一個行動點 然後去做什麼事呢 做 這件事情 或者是這件事 OK 那先介紹一下 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我把藍色放在禮拜四 我就不能再把我其他的藍色的Mark 放在其他天 因為一個人只能有一天 去做他自己的事 所以他一條線就是for一個玩家 該是真的內容 好 所以你不可能這樣放 是不可能的 可是 他這邊有一個前凱 前凱一定只能放魔術師 那除非前凱有放魔術師 他該會我們會有一個接關 叫表演接關 他才會表演 那這叫做 這是該會再講的是 可是前凱一定只能放魔術師 可是並沒有說 魔術師你只能放在這裡 你可以放在後凱 也是OK的 那放在後凱他要幹嘛 就是 將這個行動點來做 這邊的事情 叫做 我們把我們的戲法 放在我們的舞台 準備要表演 或者是我們把我們的戲法 就轉移到另外一個舞台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會有三張表演的單字 就代表說 我們接下來有三場秀 要表演 你要把你的戲法 就是放在哪一場秀裡面去做表演 這是戲院裡面最主要做的事情 那先講 如果我現在是 假設是這樣 三點加一點 我是四點 那我 我先花一個行動點 我就可以準備一片 我相對應的戲法 一片相對應的戲法 然後上去 然後所以我有四點 我可以準備四片 我可以準備四片 好 那戲法裡面 他會有一些規定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是什麼類型的戲法 首先 萬一我現在這個戲法 是逃脫的 是逃脫的 我這個魔術 就是逃脫的戲法 好 那 我要放在這表演單裡面的時候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的逃脫這個符號 一定要放在這個圓圈圈裡面 圓圈圈裡面 什麼意思 就是要不然你就放這裡 要不然你就把它放在圓圈圈裡面 OK 這樣可以理解 你也可以這樣放 OK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 第二件事情 當你準備戲法的時候 你不會有同一場秀裡面 你會有兩個相同的戲法 這是不OK的 同一張卡牌裡面 你不可能會有兩個相同的戲法 可是你可以 同一場秀裡面 表演你自己 兩個不同的戲法 這樣是OK的 OK 你也要看這個黑號 他是怎樣類型的戲法 像他這個也是那個 可是萬一有可能我會學的是不同的 我可能會學機械 那就是我把機械放在這裡面 OK 所以你有可能學別人的戲法 然後你去表演別人的東西 這樣也是OK的 因為這變成是你自己的東西 因為你已經去學到 好 那這個過程之中 準備戲法 第一個東西就是 你不能同一張裡面放兩個相同的符號 可是你可以放不同的戲法 在這裡 那你也 可是你可以在另外一張裡面放另外一個東西 同樣的戲法 可是你在不同的秀裡面表演 這樣是OK的 好 那接下來還有一件事情要講 就是說 萬一如果接下來有另外一位玩家 他也是學 他學幻術的 如果他是學幻術的戲法 他在這邊 然後他也做了一件這件事情 他有兩點在這裡 然後他想要把幻術放上去之後 這個竿下 我們會產生link 就是我們會產生一個連結 然後這個連結是為什麼 眼睛對眼睛 眼睛對眼睛 我們就產生一個連結 好 產生連結的竿下 請問 就從後面的玩家 這位玩家 他產生了連結 所以他會獲得一個連結獎勵 那因為這邊是一階的 所以他要嗎 就是選擇獲得一分 或者是一塊錢 OK 如果他這個戲法 他本身是16階 他就是獲得兩分 或者是兩塊錢 你不能獲得一分一塊錢 OK 那只有後面那位玩家 跟前面那位玩家 產生link 後面那位玩家 才會獲得這個連結獎勵 前面那位玩家 是不能獲得連結獎勵的 他是沒辦法獲得連結獎勵 可是 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產生link 這邊還有寶石 那這個寶石是誰拿呢 是 藍色玩家會拿一個 然後 紅色玩家會拿一個 所以這邊有寫 只要你產生link之後 所有玩家 都會拿到寶石 可是只有後面所產生的玩家 你可以拿到連結獎勵 好那現在你會有一件事情想要問 如果萬一 我現在是我自己造成連結 OK 我自己造成連結 我是後面玩家 我過來 我會造成連結之後 那這樣 我還是會拿連結獎勵 看我的那個是幾接的 我就會拿幾分 或者是幾塊 可是 我的寶石 我不會兩個都拿 我只會拿一顆 OK 這樣清楚嗎 OK 好 然後接下來這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你就花一個行動點 你就可以把一篇拿上去放著 好 那接下來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 假設先借我 誰挺一下 不好意思 假設是這樣的狀況 我們也可以花一個行動點 把原本 我其中一片 我已經準備好了 移到另外一張烤牌上面 然後就這樣 可是這樣 你可能會說產生連結嗎 不會 你不會拿連結獎勵 不會拿連結獎勵 不會拿連結獎勵 對 就移動的過程 你是不會拿連結獎勵 所以 這邊OK嗎 就是我們花相關的行動點 然後要嘛 你就準備戲法上去 同一種戲法 不能放在同一張裡面 然後你可以不同戲法 你可以放在同一張 然後之後 如果後面玩家產生連結 他會拿連結獎勵 然後上面如果有寶石存在 每個玩家都會各拿一顆 還是自己跟自己連結 只會拿一次連結獎勵 跟一個寶石 那有一種狀況就是說 你可能連結的過程之中 你可能連得非常好 比方說連結的過程之中 你放上去之下 你會拿兩個link 那 其實這樣擺是錯的 好 你會拿兩個link 這樣的過程 就是我這樣放上去 我產生了兩個link OK 我就拿兩次 我就拿兩次連結獎勵 OK 然後寶石就是看寶石 上面有沒有寶石 OK 這樣可以齁 好 那請你注意 禮拜四個後台的部分 都會加一點行動點 禮拜日的前後台的部分 都會扣一點行動點 好 OK 那接下來 這邊講完了 其實所有的行動 都行第四階段的行動 都已經講完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看 我們有沒有人 把他的魔術師 派來做 表演 就看他有沒有派來做表演 然後表演過程中 請幫我先把mark放上去 必須要講那個 這個過程 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我在setting OK 好 假設我們在表演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這種狀況 然後我們現在就會進入第五階段 就是看有沒有人要表演 有沒有人要表演 好 表演的過程之中 首先先介紹一下 就是整個那個過程 然後 好 首先就是 表演的時候 我們會看 不是看起始玩家順位 我們會看 誰禮拜四 有放魔術師在這邊 他會先表演 然後之後再看禮拜五 誰有放魔術師 在這邊 然後換他表演 然後之後再看禮拜六 誰放魔術師 換他表演 然後再看禮拜日 好 那假設anyway 就是說 如果 我先 我是男士玩家 我先表演 我們這邊有三場秀 你只能先選 你只能選 這場秀裡面 有你的戲法的 去表演 你不能說 這個場場秀裡面 根本有你戲法 結果你說你要表演 好 那表演的時候 他是這樣 所以我現在 我只能選這一張 那表演的時候 就是請你全部 都要幫忙表演 就是說不能說 只表演你自己一個 然後別人不表演 好 表演的時候是這樣子 第一個 你表演 你一定會拿 這個獎勵 嗯 比方說這邊是一分 我就一定 我藍色玩家一定會拿一分 好 請問這邊有多少link傳生 一個 兩個 所以我會拿 一個link就一分 所以我會拿兩分 好 那請問我後面有沒有一個小專家幫我 有 這個專家是什麼 美女助手 所以我會再拿兩分 OK 所以這邊結算就是link分 一個一分 如果你有管家 或是小 或是美女助手 或管家美女助手 或工程師 你會拿相對一個獎勵 然後拿完獎勵之後 請你把這每一片 拿回去 去看你的 我這邊拿過來好了 去看你的位子 去看你的那個 我這一片 我這一片 我獲得卡牌上面有獎勵 就是兩分兩塊 可是因為我現在人在這裡 我每一片都會因此而變成扣一分 扣一塊錢 所以我這一片 他算讓我隔兩分兩塊 我會變成只能隔一分一塊 好我這一片也是一樣 就是我雖然是隔一分一塊 可是他又因為我在禮拜四表演 就是我身外跟那個比較不好 要調整 所以他會讓我就扣一分一塊 每一片我自己的都會扣一分一塊 好假設紅色玩家 假設他學習了一個戲法 然後 他是這一個 他是學習這個戲法 紅色玩家學習的 我幫他表演了 他基本上他會拿兩分三塊 可是他其實他真的該表演是在 禮拜天 所以他會加總他自己那一天的戲法的調整 所以他會拿三分四塊 OK 因為他在這一天表演 好 這是這種狀況 好 我表演完了 接下來換黃色 黃色玩家 他可能他也要表演 那黃色玩家這邊有兩張 因為這一張已經表演完了 已經被我表演了 好 黃色玩家他可能要表演這一張 綠色的這一張 因為有他的戲法在 好 那黃色玩家表演的時候 他也是一樣 有幾個link產生 沒有 沒有link 所以他不會得分 有幾個他自己有專家 沒有 沒有其他專家 所以他不會得分 然後來他現在會有一個那個 就是類似一個那個 好 就這裡 就這樣 黃色玩家 他現在因為他是棉花 他從這邊拿回來之後 他在這一天表演他不用調整 他要拿相關於獎勵 兩分三塊 就這樣子而已 好 那紅色玩家 因為剛剛跟剛剛一樣 他是在這一天表演的 所以他原本 他拿這一片回來的時候 他會拿兩分三塊 再加他調整的 所以他變成拿三分四塊 好 綠色玩家 他在這邊有沒有表演 沒有 沒有 那他就跟著主要表演者去做調整 那主要表演者 他這邊 沒有調整 他就照他原本卡牌上面 有多少 他就拿多少的東西 OK 那接下來他表演完之後 接下來換紅色玩家表演 那紅色玩家他現在就只剩這一張可以表演 好他剩這一張表演的時候 紅色玩家有幾個link產生 一個link 得一分 有沒有小幫手 有小幫手 可是小幫手不會讓你得分 好 那他還是會拿這邊的一塊錢 這是一定的 好 那拿完之後 紅色玩家本身 他這邊 他這個就是一樣 兩分三塊 又會調整 所以他變成三分四塊 好 然後來 黃色玩家就自己拿回去去對 他自己獲得獎益是多少 每一片就自己拿回去去對 然後綠色玩家現在比較特別 綠色玩家他上面有沒有東西 沒有齁 沒有齁 好 那萬一綠色玩家其實他表演的那一塊 其實是這個戲法 他正常來講他這一片會讓他獲得一分兩塊 可是因為他在場上都沒有他自己的角色 所以他就可以跟紅色玩家一起去做調整 所以他會變成得兩分三塊 好 那萬一綠色玩家他不信 他就是在這裡 犯了一個這個東西 可是他沒有表演 那不好意思 他就不會跟個魔術師一直做調整 他就會按照他原本的那一條線裡面的調整 去獲得他相對的 所以他就是不會調整 就是拿一分兩塊 所以這邊唯一個差 比較不好講的部分就是說 如果場上沒有任何他自己的角色在 然後他的戲法被別人表演了 他會跟著那個當下的魔術師去做他戲法獲得分數的調整 可是如果他場上有他的角色在 不管他有沒有表演 他都只能從那一條線去做調整 OK 這邊是最容易大家最容易搞混的部分 也是最容易就是看不懂的部分 所以這邊講完其實就差不多 這個階段就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好 那這就是所謂的第五階段 好 第五階段結束之後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進入第六階段 第六階段就是清理 那清理的階段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剛剛不是說我們這邊 會把我們的角色全部就是有派出去的 就是翻面 那沒有派出去的你也是翻面 可是沒有派出去的就是 假設我現在沒有派出去的情況之下 我就是會把角色我就放在這邊 代表說我沒有派出去 那你有派出去的 除了魔術師是不用付薪水 其他人是要付薪水的 那付薪水這邊就會有標示 他想要付個相跟一個錢 那如果你沒人要人付你就一定要付 那如果你沒辦法付錢不夠 你就盡量付到滿為止 然後一塊沒付的就會扣兩分 一塊沒付的就會扣兩分 所以這就是第一個就是付薪水的動作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會先那個 跟我一下喔不好意思 確認一件事情 好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會把我們的角色拿回來 然後就放回去 然後你剛剛雇用的 你剛剛顧個 如果這邊有顧個就會拿回來 就是你會多一個角色可以用 你也可以直接 如果這邊你沒有人 你可以直接放這邊 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這邊有定桿個 他會趕他會直接過來 這是第三件事情 然後第四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這邊表演卡 會往這邊移 然後會開新的一張 在這邊 基本上其實是按著 他是面朝下 沒關係 剛好我們申請再出 好 然後第五件事情 就是請你一個反應的海報 如果你這次有宣傳的海報 那你就把它拿走 你就把它拿走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玩家會做一次順位的調整 那順位是怎麼調整呢 分數最低的在前面 那如果平手的話 分數互換 就是順位互換 OK 所以這邊就是這遊戲的過程 裡面的內容 好 那接下來還要講一個部分 叫做魔幻力量卡 然後在講魔幻力量卡的時候 就是他是一個獨立的擴充 然後這個擴充 我必須要挪一個空間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有三個寶石在這邊 然後因為我們有玩魔幻力量卡 所以我們玩魔幻力量卡的過程之中 就是第一個 你的寶石是不會積分的 第二個 美甘你獲得寶石的時候 請你就晚上放 請你就晚上放 所以就是代表說 你就是會一直放 一直放 然後一直放 一直放 那如果這邊滿了 你其他寶石就是放在供應 就不是放在晚上放 就這樣子 好 那萬一你要消耗寶石 就由上而下 一直去消耗 一直去消耗 一直在黑 那每個回合 每個階段 你可以 插 每回合 我們會有魔幻力量卡 那魔幻力量卡 他是怎樣呢 他有分為 也是一樣有分為一階 也是有分16跟36階 那這張卡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知道他是一階的卡 所以你分數至少要一分以上 你可以插在第一個槽位 或是第二個槽位 插在這邊 可是前提是這裡面要有寶石 如果這樣你就不能插 如果這樣你就可以插在第一個槽位 那萬一你不小心耗掉了 這個就會直接噴掉 直接噴掉 好 這是魔幻力量卡的狀況 然後魔幻力量卡的時候就是說 首先 每回合 你在準備這個卡牌 要放進去的時候 同時你只能插一張 你不能插兩張 OK 那插上去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效果出現 每回合可以插一張 然後他裡面有一些角色的能力是蠻強的 所以就到時候 然後我們就是習慣性的做法就是 一接個每個人會分四張 會先選四張 然後再輪抽 然後 然後二接個也是一樣會選四張 然後再輪抽 然後三接個也是會選四張 然後輪抽 然後之後總共會剩十 每個人會有十二張 那這十二張裡面 在每個人就是十二張裡面選八張 OK 那遊戲結束 什麼時候結束 七回合結束就結束了 就是這邊跑到這裡 他就結束了 那結束之後 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玩魔幻力量 所以這個寶石的分數就沒有 寶石的分數就沒有 那三塊錢一分 如果你拍 如果你那個 你的特殊派顯卡 你沒有用過 在手上 一個就兩分 那有一些三十六接個卡牌 他三十六接個卡牌 他上面可能會有一些寄分 比方說他這邊 就會有 你買白色的每一片材料就一分 類似類似這樣子 然後可是這個 如果你要記這個分 你一定要材料重組 才有辦法記 就是說你不能說你沒有材料 然後你就 你就記這個分數 就這兩個也要有 嗯 這邊 我可能 待會我再確認一下 跟我一下 因為我有減萬計了 對 小安你確定嗎 你有計個嗎 我們需要請一個專家 來教我們的 就是他這個三十六接啊 他這個部分 他這邊要材料要準備好嗎 印象中 不用嗎 好像要耶 要齁 你要至少這邊要完成的那個 你的魔術 對 就至少至少這邊一定你才要準備好 不是學會就可以了 不是學會就可以了 就是你這邊你才要要 這也是我的印象 就是你這邊才要準備好 你要放一個mark在 你要就是至少你這邊 你可以去準備他 這樣的情況下 你才有辦法記分 否則你買回來 然後你就說你要記這個分 基本上是不公平的 對 好感谢我們小恩專家的解說 Yeah OK 然後這個遊戲其實 剛剛內容就是這樣子 好 那其實也很謝謝大家 花了這麼多時間 聽我這麼浪高的講解完 然後我們要請小恩來做一個ending Yeah 走好 快點 欸欸 要放我 這遊戲今年9月 應該會再出KS跟新擴充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我們店裡看看喔 這真的是一個很不錯的遊戲 趕快去蹭你朋友的 好那我們就要開始玩啦 拜拜 拜拜